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我是邓邓 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口语中最常用的结果补语 大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口语更地道 那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期视频哦 如果你想系统的学汉语 别忘了成为我们网站的订阅会员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就是放在动词后面 说明动作结果的动词或形容词 结果补语是一个HSK2的语发点 大家如果想学习HSK2 可以购买我的HSK2的课程 或者订阅我们的会员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 结果补语的特点 如果一个动词后面带有结果补语 那通常说明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结果补语后面一般都带有了 比如 比如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他的否定形式是在动词前面加没或没有 并且去掉 他的疑问句型式是在句尾加没有或者吗 注意 如果用没有表示疑问 那么句子中的了可以省略 如果用妈表示疑问 那么句子中的了不能省略 比如 好,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几个最常见的结果补语 完就是finish的意思 当完放在动词后面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他一般表示 某个动作完成了 结束了 比如 他们打完球了 他们打完球了 你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你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 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 好意思就是good 当好放在动词后面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表示某件事的结果令人满意 或者某件事已经妥善的完成了 比如 我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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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好婚纱了 我选好婚纱了 妈妈已经做好饭了 妈妈已经做好饭了 我买好火车票了 我买好火车票了 坏意思就是bad 当坏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表示某个动作导致某个事物损坏 比如 我的手机摔坏了 我的手机摔坏了 她太胖了 把椅子做坏了 他太胖了 把椅子做坏了 弟弟把自行车踢坏了 弟弟把自行车踢坏了 见和到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放在感官动词的后面 而且通常见和到可以互换 比如 我没看见你的猫 我没看到你的猫 我没看见你的猫 我没看到你的猫 你闻见一股怪味没有 你闻到一股怪味没有 你闻见一股怪味没有 你闻到一股怪味没有 你没听见我叫你吗 你没听到我叫你吗 你没听见我叫你吗 你没听到我叫你吗 我刚才遇见了张老师 走 means work to go 当走放在动词后面 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表示某个事物发生了位移 比如 你快点把这张桌子搬走 你快点把这张桌子搬走 爸爸把我的宠物狗送走了 爸爸把我的宠物狗送走了 那本书被王老师拿走了 那本书被王老师拿走了 开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表示open 或turn on something 比如 请同学们打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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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把门踹开了 哥哥哥把门踹开了 包装带上的小缺口 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撕开它 包装带上的小缺口 包装带上的小缺口 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撕开它 住做动词的时候 意思是leave 当它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表示某个事物通过某个动作 停留在某处 比如 孩子的哭声让他停住了脚步 孩子的哭声让他停住了脚步 你记住这个密码 千万别告诉别人 你记住这个密码 千万别告诉别人 你看住他 别让他跑了 你看住他 别让他跑了 成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可以表示某个动作完成了 并且成功了 还可以表示 某个事物的外在或性质 发生了改变 有个会议 所以我没有去成昨晚的聚会 以前这里都是农田 现在都变成了 现在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他 他装成残疾人 在路边乞讨 当对或错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动作的结果是对的 或者错的 比如 你猜对了 这就是给你的礼物 你猜对了 这就是给你的礼物 这些题 我全部答对了 这些题 我全部答对了 这个词 我读对了吗 这个词 我读对了吗 我在机场 拿错了行李箱 我在机场 拿错了行李箱 我经常写错这个字 我经常写错这个字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 我认错人了 清楚 意思是clear 当清楚 做结果补语的时候 一般表示 得到了确定的答案 比如 你听清楚老师说的话了吗 你听清楚老师说的话了吗 你看清楚了吗 确定是他吗 你看清楚了吗 确定是他吗 这件事情的起因 我已经搞清楚了 这件事情的起因 我已经搞清楚了 好 现在我们来做几道题 复习一下 都知道了吗 就知道了吗 现在我们来做几道题 好 好 来 来 我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结果补语了吗 你还想学习哪些语法呢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你想跟我学汉语的话 别忘了成为我们的订阅会员哦 我们下次再见